在本台奖的原则底下,台湾等于鸡扒,不是鸡扒妹,是鸡扒。 所以去到台湾,我每天都会想像办法拍一块鸡扒才满足。 今次就特意去选择不同的鸡扒,吃一下。 有些可能你吃过,有些可能你未吃过,一起去评分吧! 一开集的时候,当然是介绍一些人都认识的鸡扒。 这么快就介绍一些特色鸡扒给你,还需要看下去,对不对? 鸡光香香鸡,我相信很多去台湾的人都认识。 甚至乎你没有去过台湾都认识,因为香港有分点。 不过,很多香港人都说香港的版本和台湾的版本很有分别。 这次怎样都要试试台湾版本有什么分别。 不单止我,本台吃鸡扒人罗斯扒,都亲身演身说法。 其实这个人已经吃过很多次了。 来吧! 我假装吃就可以了。 鸡光香鸡吃下去,有点油味吗? 真的不错,你看看,你现在看起来有油的。 你看看,你还可以用纸袋的。 你会看到油透出来,其实不是很油,因为油膏都逼得出来。 你看,最多意气,不胖。 意气呀,意气。 好一点。 你这个鸡扒,没有鸡扒是干的。 有汁液的,那些不是油的,是汁。 有鸡光鸡。 挺甜的,它的鸡扒的味道是甜甜的,咸咸的。 这本店呢,在台中。 在台中。 在台中。 在鸡扒街。 叫鸡光街。 在上方那位,有一间旗舰店。 而是在那间旗舰店,是有贩卖的。 还有是茶炮饭。 大家有机会可以。 现在真的会唱歌。 吃完鸡光香香鸡,我们就试试一些深度东西。 我介绍得肯定好东西。 位于西门町的梁梁,鸡扒很容易找到的。 或者在这个幸福堂后面就看到的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幸福堂的关系呢? 好像很少人去那样。 但是我们要深入苦悦。 它越少人去,我们就要试试。 说不定有惊喜呢? 这个呢, 南鸡扒呢,我不知道为什么, 店鸡已经很想吃。 不过,职员呢,要我吃辣板。 通常呢,职员推介你吃的东西, 你都不应该要。 因为通常都不吃辣, 因为你来到台湾,你不吃辣,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来到台湾, 吃一口试试试。 哇,这个鸡扒超级辣的。 因为东都上眼了。 我现在试试。 卦 Qatar。 我刚说就是ume Ever, 哇! 它的味道都有麻烦。 我跟你让我来试试, 看看它的 2025anter 配起价格。 只是它的渐量很涼。 我刚才那些呢, 很麻辣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样的。 真的好像在吃麻辣火 很厉害的味道 好玩之主就是多麻辣火 你要自己来试 我不是每次都是更烤的 吃过两只炸鸡扒之后 第三个佳例我们试试不炸它 试试烧它 西门町同样地有烧鸡扒吃 这一家人还要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 虽然台湾的水土是容易令你吃多了炸鸡 因为台湾的水比较凉 吃多了热气也不怕 但是有时候换口味也蛮好的 我又亲身试试 好重 好重在于炭酵味很重 和酱很重 你最喜欢吃酵的味道 你喜欢吃酵的烧鸡 这副鸡是超级的 你可能是卖上 其实它的汁也不够 其实我认为95元 我认为值得吃 比如我刚才吃的 鸡扒也是70元 多一点点 台湾比较舒服 我告诉大家是不和的 因为根本三种的卖上都不同 一个是炸鸡粒 一个是炸鸡扒 一个是炸鸡扒 一个就是鸡腿 味道方面 算过香鸡 不油腻 吃下去甜甜的 还挺有趣的 凉凉鸡扒的咬口 真是赢了 因为又厚 厚得来 又不会觉得好又好 至于烧鸡腿 鸡腿已经赢了一半 至于特色方面 一个是炸鸡扒 一个是炸鸡粒 一个是炸鸡粒 一个是鸡腿 一个是鸡腿 烧鸡腿 的情况下 真是本台长得很难分 所以如果真的要去平分的话 我会和大家说 大王 不要弄我 其实今次特意介绍 三种不同的鸡扒 而不是用三种一模一样的炸鸡扒 去比较 是想告诉大家 在台湾吃鸡扒 是有很多很多选择的 鸡 这个东西在台湾 应该在千变万化的 大家除了吃牛肉面之外 都可以尝试 多画一些鸡扒 或者各位观众 有一些鸡扒 最新的资讯 不妨告诉本台长 让我飞鸡扒 飞过去试给大家看 你知道 大家很喜欢看我吃东西 拜拜